在校園中下雨時 因為我們學校的路大都是磁磚 所以常常會有許多人因為水灘而滑倒 然後鞋子就直接吃掉了 這邊的水溝會積水是因為被一千泥沙和垃圾堵住 我們原本想要現成的東西把它堵住 可是這不是DFC的精神 所以我們就想到校同學帶廚房那種網子到水溝會套住 我們準備好了 要去實踐了 我們先用一般家裡看得到那種廚房的網子套在水溝蓋上 然後我們發現會有人故意去扯破它 所以還是會 泥沙還是會堵住它 接著我們向主任請求協助看看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我們 然後我們就到了旁邊的五金行 找了鐵製的網子這樣就不會被扯破 然後我們用熱溶膠把網子黏在排水溝上面 最後我們再考慮把網子用一上一下的方式 纏在水溝蓋上再放下去 這樣就可以不被輕易的採破也不會被拔走 我們利用學校的整個四樓做實驗 沒想到真的成功了 所以我們打算利用PPT這個軟體 向大家分享我們所作的故事 讓大家看到我們努力的過程 在我們的努力和老師的支持下 然後我們成功了 然後我們真的非常開心 因為我們的努力都被大家看見了 然後我們就變成小英雄了 我覺得我們這一次做的DFC非常的成功 主要原因是因為老師的教導 以及同學互相配合 我們覺得團結合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讓我知道了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經過這一次的DFC 我發現呢 如果要成功的話 就是馬上就可以成功了 我就是先失敗 然後再改進 再失敗再改進 才會成功 我也發現了 就是如果一旦團隊合作的話 成功的機會就會大幅合作 發現我們就要分工合作 像是有些人去把外面的排水溝拆回來 然後有些人把網址剪好 然後還有有些人是把網址黏在那個排水溝上面 這樣子我們就會做得比較快 像如果我們沒有分工合作的話 可能就會做得比較慢 然後這次的DFC就不會成功 在大家的輪胎下文化國小的水溝都換成我們的新的網址 我們在過程中經歷了許多失敗 但最後還是成功了 非常謝謝老師和我們一起合作的同學們 經歷了這個DFC讓我感到很有成就感 讓我覺得我可以拯救世界 我們做了水溝外生活 有被校長還有主任他們看見 校長和主任也有策判經費 讓學校的排水溝更好 然後讓它不容易積水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很大的貢獻 我們要在一邊吃這裡 我們可以用來看 我們要來看 我們可以用來看 我們要來看